安省医院协会呼吁安省政府向非必要场所再度收紧卫生限制 代表38间医疗与保健机构的安省医院协会发声明 敦促福特政府对省内的场所再度收紧卫生限制 以便降低聚会感染风险 声明指出省府应立即对非必要场所 例如健身室、餐厅堂食、酒吧、夜总会、戏院及其他可以作为聚集的地方 例如进行礼拜活动的场所提高管制 该协会表示 省府也应要求非必要企业让员工在家中工作 大专院校学生则进行网上学习 声明是由传染病、微生物学、感染预防与控制等专家篡写 声明表示 安省过去7天的平均新增病例已超越400宗 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 这种极具传染性及威胁生命的病毒将会在学校、长期护理院、老人院及其他场所快速地传播 该协会表示 保持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 但感到十分担心 如果不采取行动 以目前的扩散速度 非必要企业及学校将需要再关闭来防止患者住院人数的增加 声明指出 现已面对患者入院率上升的后果 包括接受深切治疗的人数急增 以及死亡人数上升 声明强调 针对过去两周病例急增 以及病毒传播速度加快 现在是加强公共卫生措施的时候 此外 安省省长福特宣布改变政策 表示有病征的人士才需要进行样本检测 即如果没有任何病征 不需要接受检测 福特表示 在扩大新冠病毒的检测 并追踪密切接触人士方面的扩展 已经超过十亿 安省卫生厅长叶利亚表示 有关的扩展将急剧增加 福特再次谴责加拿大卫生部不批准进行快速检测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转向针对性检测的政策 故此没有任何病征的人士将会被检测中心拒之门外 他表示 省府已投放超过十亿来扩大检测规模 希望每天可检测五万个样本来阻止病毒传播